现在镜头中看到的是1971年广州花县新华人民公社的社员正在饮水灌溉农田时的真实场景 影像还记录下了当时洪秀泉水部的一些景象 广州花县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领袖洪秀泉的故乡 也就是现在的广州市花都区 解放前花县的水利设施很少 大多都是采用水井吊水灌溉 只有条件好一些的才能用到脚踩的人力车水 根据花县志中的记载 自康熙年间建县至1949年 花县发生较为严重的水汗灾害总共有48次 粮食欠收 积民遍地 灾害频繁汗漏交替 人穷地售导致近40%的人口被迫抛而卖拟 流落到东南亚和美洲各地谋生 新中国成立以后 为了改变千百年来水汗灾害危害百姓的历史 各地开始大兴水利 开凿河流沟渠 兴建水库 花县也随之掀起了兴修水利的高潮 1956年建成了广东省第一个中型水库 三坑水库 使4万多亩的农田得到了自流灌溉 随后又经过4万多民工的坚苦奋战 完成了灌溉面积达11万亩的银水灌溉工程 建成了芙蓉杖 新庄 秀泉符园 吉义等水库 对全县水利工程和水源调配 实行了统一管理 60年代初期 随着大电网的建成 又在旱涝地区的死角 兴建了一批电动排灌站 使近10万亩的农田解除了旱涝威胁 并且继续增建水库 现在镜头中看到的便是 当时洪秀泉水库一带的场景 水利工程的兴建 大大减轻了花县的灾情 逐渐使花县从一个水汗灾害频发 农业生产落后的贫困县 出现了灾年不见灾 天汗地不汗的景象 粮食亩产也不断提高 大部分的农田达到了汗烙保收 全县人民也实现了自己自足